剛出隧道 光纖瞬間變亮 猶如閃光燈襲來 下一秒 白車直接猛撞路邊燈桿 偷空往後彈 後方騎士閃都沒得閃 直接慘遭擊落 還有進入隧道前 眼前一片黑壓壓 結果 將使殺都殺不住 猛轉方向盤也沒用 猛烈追撞上去 釀二次事故 很恐怖 就是愛喬哉 眼鏡一定會適應沒那麼快 就是你要進隧道前就先解除 進出隧道 危機四伏 眼科醫師就提醒 光線明暗之間快速切換 即使視力一級棒 也要三到四秒才能反應過來 隧道燈光忽明忽暗 瞳孔隨之變大變小 如果這樣時有白內障的視覺就會更差 要是隧道燈光又間隔太遠 會像閃光燈一樣閃個不停 也容易造成頭暈暈眩 如同催眠一般引發嘴撞事故 而過去雪山隧道一度想啟用七彩燈光 要避免駕駛視覺疲勞 但專業醫師直言萬萬不可 統計上不少的一些癲癇的民眾 如果光的刺激會閃動連續的話 會刺激我們腦部的視野中樞 就產生放電就會產生癲癲 明暗秒切換 眼睛不適應很正常 因此進出隧道最好放慢車速 算是預備踩叉車才能避免憾事發生 這位黃军城管理台北報導